我就腳不舒服 腳底筋膜炎 那我就去蔡醫師在國泰細紙醫院看診 我去給蔡醫師看診 跟蔡醫師講說我只要走路腳都會痛 然後穿什麼鞋子腳都會痛 那蔡醫師就幫我做鞋墊 然後做了鞋墊以後我就 然後做鞋墊剛開始還是會痛 那走路還是會痛 我跟蔡醫師講 後來蔡醫師就找 鞋墊的專業的發明人 澳洲人他剛好來台灣 讓他去給我去調做鞋墊 然後調了以後 我馬上走路腳就不痛了 後來我大概走了三個月後 我發現我的腰也好多了 然後我以前是幾乎就是半逛街半逛半個小時 我如果沒穿鞋墊的話 我逛半個小時我腰就會痠 腳趾就會痛 那我穿鞋墊的話 我可以大概半天的話 逛街的話 就都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腳底都不會痛 所以我就穿 我現在穿了六七年的話 我鞋子大概一年我就換一雙球鞋了 因為我只要出去走長路我都會穿 那我已經換了六七雙 我鞋墊還在穿 鞋墊還在 可是球鞋壞了已經六七雙了 所以還在穿 那我會發覺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穿了兩三三年以後 我已經是什麼鞋都不能穿 那我發覺我三四年以後 我再回來再穿其他的鞋子 比如說高跟鞋啦 或是兩鞋的話 就可以OK可以穿了 只是說不能再走那麼長的路 可是都穿都沒有問題 都不會覺得很痛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鞋墊真的是可以改善 那請問一下您穿這個球鞋 你說你一年穿一雙 你平常就一雙鞋穿一年嗎 我有兩雙輪流換 因為要洗 如果要穿雙的話我就輪流換 所以你一買是買兩雙 對 我要兩雙平均輪流換 如果這樣的話我就洗 所以你是一年穿掉兩雙鞋 因為我出去都穿幾乎差不多這樣 那我幾乎穿 那我現在連上班也穿 因為我們上班要站半天嘛 有時候一天我幾乎都穿這樣 喔這樣 好的好的 了解謝謝 好 蔡醫師在